第几妖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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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第几妖珠 第几妖珠 王虎之妻 给我分 妖珠虚影 似乎很惧怕木门之妻 莫非 这虚影仅适应于灵魂力量 这虚影仅适应于灵魂力量 第几妖珠 第几妖珠 原来这枚血色眼球的本体 乃是一尊三手八杀妖珠 已入地境层次 弥天武皇偶然得到此物后 就妄想从这枚眼球之中有所感悟 踏入地境层次 仍然如此 他将这枚眼球供奉在祭台上 没有随身携带 否则 否则 我要想灭杀掉弥天武皇 难度不小 这枚眼球 能够轻易灭杀武皇强者 凶威丝毫不亚于四界武皇 如此说来 只要将紫巫运用得当 就足够将叶雪长当场轰杀致死 江千决已死 傅孝辰重新捅射七星谷后 彻底脱离九寒宫 到那时 万剑阁和七星谷联手 足以将九寒宫孤立起来 现在 我又得到了妖珠血缘 能寄予夜雪长巨大威胁 甚至将其一举虎杀 看来 连老天都要助我一臂之力 刘湘 你等着我 我就要去救你了 嗯 这枚羽珠 难道是弥天山的核心所在 这枚羽珠 这枚羽珠 难道是弥天山的核心所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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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天宫已经开启了五日时间 你们两人不但躲避了我们的追杀 还所得破风 不得不说 你们的运气真是不错 你我都是七星谷之人 何必必容相见 你们这样做 对得起七星谷的列祖列宗吗 七星谷是待臣服于九寒宫 而你们 却妄想摆脱九寒宫的统治 你们才是对不起七星谷的列祖列宗吧 昔日 七星谷势力单薄 先祖为了保全七星谷的百姓子民 方才忍辱负重 甘愿为奴 现在 九寒宫公主又正直闭关 但你们却因为自己的个人利益 继续臣服于九寒宫 甚至还胆敢谋斗谷主之位 你们的罪行太沉重了 哈哈哈 就凭你们两个猫头小孩 就想定我们的罪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弥天山的九重惊宫还未散去啊 为什么我们会被驱逐出弥天山 而且楚先生和大长老并没有被弥天山强行驱逐 此事过于诡异 我们暂且不要理会 现在立刻出手杀了这两人 我招呼 我招呼 纵使拥有夏天皇戚天龙古琴那又能如何 你的修为根本无法发挥出全部力量 终究还是要死在我们手上 师兄 我来助你 计划有变 快去通知义父 但师兄你 师妹 我答应过你 此事结束后 就为你写一首新的曲子 这个约定 我绝不会实验 你放心去吧 狼情窃义 舍生保全对方 果然是让人可歌可泣 只可惜 今天你们两人 谁都别想活着离开 师兄 我倒要看看 你能撑多久 因为自己的个人私利 不惜残杀同伴 你们这些人 该死